大爆炸 突袭弹箍 武警消防官兵火速救援 这些年轻的英雄 经历了怎样的生死瞬间 面对爆炸后的危险状况 解放军防化官兵 又做出了怎样的紧急应对 为抢救伤员 解放军野战医院 打响怎样的生命保卫战 军事纪实记者 直击第一救援现场 那我们的救援官兵就在里面救援 呈现背后感人故事 军事纪实本期获出 烈焰中的雕像 天津堂姑爆炸救援纪实 2015年8月13日 天津市冰水清水 这里发生爆炸后的大火 还可以燃烧 那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呢 距离爆炸发生的地点 不到一公里的距离 呃 那么现在呢 大家可以看到片子按下去了 但是呃 二十多个小时过去 后方依然呃 这个火势啊 把这个天空染得也是一片通红 呃 那么直到现在为止 我们的武警消防官兵 已经在里面连续作业 呃 二十多个小时了 那么在里面 他们到底是怎样进行灭火作业的 那么他们到底又面临着怎么样的一种危险 他们的工作状态是什么样子的 接下来我们就要到里面去看一看 军事纪实记者得到特别许可 在官业人员的带领下 准备进入火车 随着车越来越接近 发生大爆炸的核心地区 我们看到沿途的建筑 已经全部变成废墟 路上散落了燃烧物的碎片 四处一片沉寂 我们不敢想象 我们此刻所在的位置 就是不到二十四小时之前 发生大爆炸的地域 事故发生后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立即做出重要指示 要求天津市组织强有力量 全力救治伤员 搜救失踪人员 尽快控制消除火情 查明事故原因 严肃查处事故责任人 做好遇难人员亲属和伤者安抚工作 维护好社会治安 稳定社会情绪 注意科学施救 切实保护救援人员安全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立即做出批示 要求全力组织力量 护灭爆炸火事 并对现场进行深入搜救 注意做好科学施救 防止发生四生事故 抓紧组织精干医护力量 全力救治受伤人员 最大限度减少殷伤死亡 最大限度减少殷伤死亡 2015年8月12日晚 11时20分左右 天津市滨海新区 唐公物流堆场 危险病仓库发生爆炸 远远望去 现场浓烟滚滚 火光冲天 尽管爆炸发生突然 但和以往一样 当人民群众生命财产 受到威胁的时候 解放军武警官兵 都会义无反顾地挺身乱出 就在爆炸之前半个多小时 武警天津消防总队官兵 接到火警变化 紧急派出九个中队 和港无局码头三个专制队 前往地寒新区 唐公物流堆场 灭服 灾情就是命令 23时40分 武警天津消防总队 全勤指挥部 遂行出动 再次调集九个消防中队 35辆消防车 赶速增援 武警天津总队 迅速组织1500名兵力 紧急赶至事发现场 武警北京消防总队 派往天津爆炸现场 两架无人机 为救援指挥传回视频 为绘制3D地形图 收集现场信息 北京军区214名官兵 组成的国家级核生化应急救援队 雨13日11时 从北京出发 摩托化急行军 赶赴天津爆炸现场 立即开展救援工作 现在呢 我们20小时 我们防火兵20小时 可以说 也是接近这个爆点吧 对相关的内容 相关的情况 进行监测 11时 没半小时 向指挥部 军地联合指挥部 上报一下 附近的一些污染物的污点情况 因为我们会 随时监测空气中 一些颗粒物的变化 向指挥部 提出一些合理化的建议 你比如说救援的人员 适当做一些什么保护啊 或者有什么防护的措施啊 包括我们提供一些 科学的防护的 兄弟单位的救援人员 提供一些科学的建议 防护一些措施 这都是我们能够做到的 附近的解放军第254医院 武警天津后勤医院 附属分院医疗机构 迅速结合完毕 所有课室 做好接收后送伤病员准备 距离事故发生地点不远的 武警天津后勤学院附属医院 连夜通知急诊 烧伤重症监护等多个科室 组织紧急抢救 从13日凌晨以来 他们陆陆续续 已经接诊就职了 几百名烧伤症 对着 宗教院附属时 达宗教院附属 不连夜通知乌园 快点 慢点 慢点 头 头不要动 护着点头 先 先 现奔 武警医院来了 我们到了这会儿的时候 也是一年多 然后这会儿就赶紧组织 就给我们做手 送的一点都没耽误 做得挺及时的 事故受伤人员在古井天津靠近学院附属医院得到了妥善救治 医护人员加班家庭 想救危重伤伤 细心顾问轻伤患者 耐心安抚家属情绪 用他们高潮的医术和悲鸣的情怀 诠释着军人对危难中的群众的关心和爱恶 之前猛烈的爆炸现在不准备心 但网友将手机拍摄的爆炸幻灵传到网上 所有人会现场震惊 许多人纷纷转发信息 呼吁为救援车辆让开通道 主动为伤员献谢 提供附近医院的位置和电话 而最牵动人心的是开进火厂的消防官兵 二十多个小时过去了 他们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 在接近火厂的路上周围一片沉寂 只有远远的地方还在燃烧 记者一直没有见到消防官兵 只看到路边有一辆已经损坏的消防车 我们不知道消防官兵们现在情况到底怎么样呢 现在我们就已经到达了距离这个火厂非常近的一个位置 可以说现在非常的危险 然后现在我们的救援官兵就在里面救援 然后因为他们在更近的地方 我们没发现在接近他们 但是已经走到这儿 我们一下车已经感觉到温度瞬间非常的高 感觉地面现在也非常的烫 所以现在非常的危险 这个烟还有问题 我们要去哪儿啊 我们要去上风口 天呐 我不敢下了 快怕 别怕快走 虽然现在再次发生大爆炸的可能性小了很多 但火厂周围的地面上 到处都是爆炸后散落的化学物品 凶猛的大火仍有可能再次蔓延 消防官兵们在这里强险 时刻灭临阵 生命危险 大爆炸突袭堂估 武警消防官兵火速救援 这些年轻的英雄 经历了怎样的生死瞬间 面对爆炸后的危险状况 解放军防官兵 又做出了怎样的紧急应对 为抢救伤员 解放军也站一软 打响怎样的生命保卫战 军事纪时记者直击第一救援现场 现在我们的救援官兵就在里面救援 呈现背后感人故事 军事级时正在播出 烈焰中的雕像 天津堂估爆炸救援计时 这是在微信朋友圈中 纷纷转发的一段对话 一名消防战士奔赴前线之前 给另一名图事这样留言 港子牺牲了 死了 我在车上去唐峰 我回不来 我爸就是你爸 记得给我妈上坊 好 你爸就是我爸 你小心 慷慨复活场 浓浓占领情 催神泪下 简单朴实的言语 却流露出一个消防员战士的勇气和担当 我们的记者是从来现场找到这名可敬的消防战士 但是由于救援官兵人数众多 工作紧张繁忙 要找到他困难重重 我们只有默默地祝福他 平安归来 我们借地刚才下车之后 到达这个爆炸的这个核心区域之后 大约又从里面 从废墟当中 大约穿越了五分钟的路程 现在终于找到了正在执行任务的消防官兵们 可以说一路走来真的非常的惊险 那么因为刚才尤其是风朝我们这边吹过来的时候 那个烟特别的浓 虽然天气很黑我们看不到 但是在那个浓烟当中待了也就是十几秒钟的时间 我们所有落在外面的皮肤都能感觉到那种很杀的那种疼 可想而知他这个化学品对皮肤的刺激是非常厉害的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的这个消防官兵就要在这样的情况下在里面作业 尽管他们穿的这个防护措施是非常好的 但是依然我觉得非常的危险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我远处这个集装箱现在就在燃烧 现在他们已经开始进行一个作业了 就是用那个泡沫来往那个找我点泼洒 其实刚才是非常紧张的那一幕在泼洒之前 因为大家根本不知道集装箱里装的是什么样的物品 那么如果泡沫下去如果是化学物品的话 有可能还会不但不灭反而适得其反 这是一个大西装箱冒着熊熊大 近距离接近火场的记者感受到一种难以忍受的灼热 可以想象大爆炸发生时 第一时间赶到现场的官兵们 所经历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威胁和挑战 那么现在武警消防官兵他们做的工作 就是要把这一个一个的小的 但是又未知的这样的消火点一个一个的把它们灭掉 那么刚才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灭到这一个是非常非常危险 也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 由于现场火情仍然很危险 记者没有穿戴任何专业防护设备 消防官兵劝我们离开了现场 而官兵们还要留在现场继续战斗 车辆慢慢驶离离火在现场 我们离危险越来越软了 而武警消防官兵们就要迎着危险坚持在前线 这是网友画的一幅漫画 叫做最美的逆行 当人群纷纷逃离现场 你们就要逆着人流 向最危险的地方前进 同样是脆弱之躯 也有父母妻子 可是面临危险 你们选择了挺身而出 只为了监讨沉甸甸的责任 只为了身后百姓的安危 你们用伟岸的身影 完成了人们心目中最美的逆行 当大火威胁到人民的生命安全 解放军武警官兵救援力量 火速赶往天津堂固 赴唐导火冲锋一线救援 在残酷的爆炸与冲天的火海中 多名消防冲冲 献出了他们年轻的生命 事故爆发当天 著名歌手小曾满含热泪 演唱了这首歌 那些再没有回来的兄弟 其实我真的不想叫你英雄 只想再喊一声我的好弟兄 我们曾约定一起回来清空 可人海马马不见你的笑容 我那些再没有回来的弟兄 让我一生都毫无疼的疼 我听见你思念 慢慢的歌声 就像妈妈在呼唤你的如鸣 其实我真的不想叫你英雄 只想再喊一声我的好弟兄 后来人们给我的荣誉战空 不过是我在请你接受歌颂 我那些再没有回来的弟兄 让我一生都欠了债的愿意 你的血液到你变成了火中 就像花通路放在万里清空 我那些再没有回来的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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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真的不想叫你英雄 其实我真的不想叫你英雄 这是我第一反应的 我真的是我没有想别的 我听到这个事情的时候 我没想这个事情有多大多小 第一反应就是 我那些消防战友 他们怎么样 所以 当知道 又有战友牺牲 所以就 真的就不知道 能够为他们做些什么 那来的生命远行 我们哀悼逝者 特别是那些 为救援献出年轻生命的 武警消防战士 那些烈焰中的雕像 祖国和人民 永远不会忘记你们 明治27年 私は第二軍に従い 中国の両東半島まで行き 戦地の状況を カメラで記録しようとした 戦地に残ったのは 見ぬも無惨な廃墟と化した 一塊だった 西北の風に煽られてきた 臭い血の匂いの中 音量の凄まじい鳴き声が響き 心が痛みのいたりだ 臭い血の区の中